自从1985年128的初代车型问世以来 宝马随着车型的眼睛 至今可说已成为性能防车的代名词 而在最新的G30款5系 在去年10月发表之后 宝马自然也解锁密鼓地 进行了新款M5的开发动作 即先前被记者捕捉到的 进行伪装测试的样貌之后 现在又有着新款M5的相关消息曝光 原厂代号为G80的新款M5 在动力系统方面 预计将沿用线型F10M5的S63 4.4×V8双轮增压引擎 其中最大马力输出将超过M5 30周年纪念版与M5竞速版的600匹 在最新款阿尔滨纳B5BETROV最大马力 已经达到608匹的情况下 全新的G80M5的最大马力输出 估计将会持续上升 且为了造就更高的操控极限 新M5将搭载四轮驱动系统 在变速系统方面 也会用经过强化的DF8HP 八速自动挡变速箱 来取代现款的MDCT 七速双尼克系首次一体变速箱 预计百公里加速 仅逾3.5秒即可完成 急速直上320马的境界 不过虽说G80M5 舍弃了传统的后轮驱动 而改采用四轮驱动配置 但在创造更高操控极限 却又需要兼顾驾驶乐趣的前提下 M5将提供多种不同的驾驭模式选择 让其前后轴动力输出分配 最高可达到0比100的纯后驱动式 不仅让专业玩家 能够充分享受乐趣 对于一般车主来说 也能够在更安全的情况下 发挥新M5的性能实力